彭博士報導 有知情人士透露 摩根大通已經開始在亞洲進行新一輪的裁員 至少要削減7個投資銀行職位 報導指出 華爾街銀行去年 也在中港地區裁員數十人 我們請教金融研修院研究員謝順豐老師 怎麼解讀華爾街銀行裁員的背後因素 這跟中港政經變數以及中國經濟下旬是否相關 請教您看法 好的 我想其實歐美系的這些外資銀行 他們不管說在做全球的人力 還有資本的布局來講 他其實就是利潤導向 那在上延上 那所以呢就是說一有風吹草動 他們的職位的再調整或經缩很快 那可能腳步也比商業銀行還快 那但是相對來講 如果有利潤 然後就是考量到整個風險跟報酬的橫平性之後 如果這一個地方的生意不錯 那我想他還是會回來的 那其實我們回頭來看就是說 這一次所謂的這種財源 包括這些投資銀行的職務 這個也不是一個新聞的 這個其實過去紀念就陸陸續續在發生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整個投資銀行的基本的業務來講 那當然其實就是包括經濟 然後自營跟承銷 那其實這幾年我們來看 包括就是中國大陸跟香港 其實經濟業務當然佔的是蠻小一塊 那個主要還是傳統的那種當地的券商或投行的天下 那自營的話 我們就看整個市場的整個的趨勢 那其實從去年一路 然後一直到今年大概農曆年前 這一段時間 其實相對來講 東國跟香港的資本市場的表現 那當然是跟其他的市場來講的話 是比較去弱勢的 所以這一塊賺錢的機會其實相對來講可能沒有那麼大 那如果更進一步我們來看到所謂的承銷業務 那其實一路以來 從2018年就是包括美中的貿易戰 然後科技戰一直到所謂的金融脫鉤 那整個的地緣政治的風險也越來越提高 所以展現出來的數字是什麼 就是脫鉤之下 金融脫鉤之下 包括香港跟中國 那個IPO的 不管說是你的建數 或者說整個規模 相對於前一個年度 都是以右所緊縮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當然是這些歐美系投行他們的行動 那同時我們可以對比 就是說這一些他在中國境內的同業 我們知道包括中金公司 還有中信證券 這些非常實力非常雄厚的 那據傳也傳出一些包括可能財源緊縮的事件 那如果我們就整個的金融產業鏈來看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像是Venture Capital 像是美國很有名的紅山資本 那再來就看到BuySide 不管說是貝萊德 或者是說像是加拿大的那種安大略的投資基金 或者是像是Venture先鋒的集團 他們陸陸續續在清理 在淡出中國的業務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還可以看到就是包括 相對於投資銀行 這麼快錢動作這麼快 那商業銀行 它可能是基於法令的考量 那再來就是說它的業務的特性 它的步調理論上來講 應該是更文件 但是從2022年到現在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整個的外資的商業銀行 在中國 它撤離的加速已經來到了66家 這從2022年到現在 那當然也有新設立 那新設立相對來講 其實比較少是只有20家 那整個事情來看 當然我想再上延商 如果在考慮到風險跟報酬的平衡之下 那我們當然是希望就是說 中國大陸這邊的業務是有機會能夠再回頭的 那前提就是核心的問題要能夠解決 包括整個的地緣政治的衝突的風險會不會降低 然後銀商強健有沒有辦法去好轉 讓外資不管說是人或錢能夠感到更安全 這個是一點 那當然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提醒 就是說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銀建不遠 那如果就是有大的一個風險 比方說聯準會的利率政策走向一個 還是維持一個相對來講英派的態勢 那再加上那是歐洲的商業不動產的不景氣 那有沒有可能就因為這樣子 引發新一輪的危機 或者是說呢 導致這些全球背景的這種投行 他因為他的資本氏足的要求 所以使得他必須去做一個權衡跟取捨 那到時候也是有可能 會在包括中國香港 甚至於像台灣等等的地區 發生新一輪的這種資本的撤回的事件 以上